關心總統大選 難以整合的議題 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宇 昨天是公布競選logo 而鴻海集團創辦人郭台銘 昨天晚間來到桃園 中立的慈會堂參拜 他表示在他傾聽完 民意之後 會適時宣布是否參選 而民進黨和民眾黨 則是為了綠能議題 隔空開槓 一二三 搭搭的二零二四 強調二零二四是關鍵的一年 將決定國家的命運 戰爭或和平 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宇 敬辦公布競選logo 寓意二零二四政黨輪替 臺灣再出發 面對藍營整合 侯宇宇還有挑戰 鴻海集團創辦人郭台銘 傳出要找李嘉芬當副手 但是兩個人都聯盟否認傳聞 而郭台銘昨天晚 反見到桃園中立慈惠堂參拜 他說自己無黨無派 背後的靠身就是民意 聽完各地民眾的心聲 就會適時宣布是否參選 聽完所有的地方以後 大家民意以後 我會在市場時機給大家宣布 說我為什麼要出來替大家服務 我能夠替大家做什麼 綠白則持續為綠能議題 隔空開槓 行政院副院長鄭文燦喊話 不要把綠能污名化 柯文哲進辦也立刻回籍 沒有任何人要做污名化的動作 而是相關的產業 本來就必須要交述到監督 包含像是八十八槍的槍擊案 還有台南政府議長的會選案 當中都牽涉到了非常大的綠電的利益共生 那麼這些東西都是必須被人民所檢視的 至於民進黨團批評柯文哲 能源政策配比不清楚 民眾黨則是回應 一定會非常負責任地將能源政策 配比等相關資料 一併呈現在國人面前 也反問民進黨 二零二五非核家園 是否確定要走下去 記者綜合報導